5月23日,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中外嘉宾围绕新时代新西藏新征程,西藏高质量发展与人权保障的新篇章主题广泛交流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经过70多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快速发展,一个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 My main argument fold it into the external state language, religion, architecture, clothing diet, medicine, family and so on during our business I have seen a lot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of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health, transport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I do believe that another suburb of the CBC Party central governments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 与会专家表示,西藏和平解放至今,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却实现了跨越上千年的沧桑巨变。 不论他们的人口少,多,他们还是平等的。 所以我自己的意见就是中国的政策对民族的问题的政策是很好的。 我只是感激烈的看到力量在每个地方,到达到最多的地区域和房子在沧桑巨变。 路线是 modern,安全,舒适的,舒适的转移动。 车车的转移动甚至是在城市中的地区来保护人物和动物。 在5200m高,我能够收到我的电邮和电邮。 我觉得做得很好。 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是从小在西藏长大的。 所以对这个,不管是传统艺术,还是对那个地方是非常有感情的。 尤其通过这一次参观,我觉得确实这方面做得还是挺好的。 与会专家表示,近年来西藏在消除贫困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正成为各方积极践行和努力的方向。 而西藏成功的经验也可以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拿来借鉴。 这90年的发展简直太快了,尤其是近70年。 那么76年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修的,已经通车了, 可是路不是硬路面,就是那种跟卤渣似的那种路。 那么原来需要走三四天的路,大概开车开个半天就到了。 就在那个河床上高架,你知道吗? 结果呢,就是说三四天到三四个小时到差不多一个小时。 All of us have a very good impression on issues related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education. We have learned very good examples which we can replicate in our own country, such as cooperatives and use of local resources. 据悉,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中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权保障的新经验等。 精英国公室 resirato了 代表 尺洪 年经文 台表 精英雄